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四个字 这句是总结前面所说的 天地有思过之善 按照世间人造物的亲重 加以惩罚 前面说了六句 这一句是总结 算尽 这人就死了 这一句是太上苦口婆心 对我们的教计 也是给我们的警告 众生卧气太深 这个情形从我们自己本身去显察 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理解 明明知道自己的过时 也很想把它改掉 就是改不了 可是改不了呢 最后是死路一条 而且死了之后 决定躲散脱 为什么呢 只要我们细心检点这一生当中 乃至于这一天之中 从早到晚 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 我们齐心动力 有几个善意 有几个悟念 我们言语造作 有几个是善行 有几多是悟行 或反省不知道 冷静思维反省 就明白了 佛教人坐早晚扩 这一桩事情 我说的很多了 早扩的用意 是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多一段 自己依照修行的经论 提醒自己这一天 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 要以经教为标准 婉阔是反省 我们今天 对于佛的教会 有没有做到 有则加冕 如果没有做到的 明天一定要把他做到 这是做早晚扩的 真正的意义 我们修金宗法门 所以早扩 采取无量寿金的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有理论 有四项 有修学方法 有经济 是阿弥陀佛的 大心 大心大悦 我们早晨念这段经文 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学习他的 大心大悦 我们早扩 我们早扩是做了 这段经文念了 心有没有法 如果我们的心愿 也俗念的经完全不相应 这个经叫白念 这一堂课叫白做的 完括 我们选的三十二评到三十七评 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不无界是善 我们细心解敌 今天一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佛的教诲 相应不相应 如果不相应 我们就造物 就造罪 造作罪悟 念佛怎么能往生 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 原因在此 每一天好像是做早晚课 其实没做 做的是形式 是样子 实质上没有 实质上 诸位要真的做早晚课 你的功夫 真正是突飞猛进 你的道一 根基 咋得坚固 你自己会感觉到 祝福 我护念 龙天善神 拥护 不必问别人 自己能感觉到 这个时代 大家都晓得 有大灾难 要降临 灾难怎么来的 人心反常 什么是常 什么是常 无界十善是常 违背 无界十善 叫反常 反常 就有凶哉 顺应 就有几福 这种道理 佛经讲得很清楚 感应篇也讲得很透彻 佛经古印度圣人 所说的 感应篇是中国圣仙所讲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 古老的语言来看待 这个语言是由理论依据的 极雄厚福 确实在一念之间 这一念 看你怎么转病 如果还是继续造一 还是继续存心不善 那真的像佛所说的 一海茫茫 苦还无病 夜还是你造作 苦还是你受报 过去生中 虽然有一点余福 你很快就想进 侯宽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道习福 你有多大的佛报 你能想几天 我看他 阴光大师 一生 叫人继续 无论遇到哪个人 常常常挂在口边 吃饭的时候 吃得干干净净 一烈都不胜 都不糟蹋 欺腹啊 自己吃吃饭 要想到别人 听一下 还有多少遭难的人 没有饭吃 穿衣 穿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洗服 衣服破损了 没有关系 可以补定 只要洗得干净 只要能遮体 能保暖 就好 世间苦难众生 没有衣服 穿的人 还很多 念念 能想着 一切众生 而且 尽心尽力 保证一切众生 常常存 这样的心 是善心 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不留意 真正修行 一张纸都不糟蹋 物力 艰难 虽然今天科技发达 也要顾及到 不可以浪费 能借鉴的 尽可能 尽可能去借鉴 你有余福 就享受不尽 任情的糟蹋 你的福报 不会多久 就想尽 想尽之后 还有寿命 你也要死 为什么呢 父母有了 落井人亡 你有一百岁的寿命 可是你的福报 六十岁就享光了 那你六十岁就要死了 如果说 你有六十岁的寿命 你一神惜福 六十岁的时候 你的福报还没响尽 你的寿命延长 你必须把你这一生当中的福报 要详尽 现在人说老实话 所享受的 过去生中的余福 这一生当中 他只享福 他不修福 这个道理 现在世间人 没有人讲求 跟他说 他也未必相信 学佛的人 常常借错 圣人的经教 对于这些理论 四十真相 心的机会比较多 为什么转不过来呢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大多数人不信 佛菩萨所讲的未必是真 所以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学佛的人 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来学佛 因此 虽然听清楚 听明白了 境界现行 还是随着境界流转 回不了头来 佛常讲 回头是岸 他回不了头来 所以 算尽 这四 死了之后 还有余羊 这个余羊是 能堕在山土 地狱 莫归出身 三悟道 这个悟道 进去容易 出来困难 绝对不识说 一死就了了 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真的说 死了就了了 我们就不需要说佛了 而四是真相 死了就不得了 这是真话 我说这一句话 在讲台上 讲了几十年 死了就没救了 必须沉一口气 还没断 回头都来得及 佛度众生 经论里面讲得好 六道里面 佛为什么 事先在人间做佛 其余五道 都不能够 事先成佛 这是说明 人道虽苦 容易回头 天道乐多苦少 很难觉悟 这就是所谓是富贵 学到难 三徒太苦 没有情绪来修复 所以佛度他们 也困难 没有人道 没有人道 苦多 落少 比较容易 接受佛的教会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一定要了解 人间的四十真相 人生 难得而易实 六道里头 得人生 非常不容易 经论里面 有很多比喻 佛法 难闻 我闻佛法 最重要的 自己要有个真正好学之心 为什么呢 真正好学之心 是自己能干 佛菩萨就有印 佛在经上讲的 佛事门中 不学一人 这个话是真的 我们没有真心学 佛菩萨不来 你以妄心学佛 诗情假意 学佛 不能跟佛菩萨感应 跟谁感应 妖魔鬼怪感应 妖魔鬼怪 变成佛菩萨的形象 来幼魂 假佛了 不是真佛 真心 就感应 真佛 妄心 就感应 是假佛 这个时代 人都是虚情假意 所以感应 视线 那个佛菩萨 都是 魔王 波寻 变成 《楞音经》上讲的 邪思说法 如横火沙 这个邪思 也披上袈裟了 也现代出家 比丘相 他是什么人 妖魔鬼怪 他教你 早一夜 送你到山土去 他干涉这个事情 我们肉眼 凡夫 不认识 《楞音经》上讲 五十种阴谋 各位念一念就知道 魔的境界 我们凡夫 决定不能够认识 那是魔境 绝大多数 都把那个境界 当作佛境界 认为那是正佛 一步都认识 你不晓得 这些事情 所以 释迦摩尼佛所设的一些法 将来是要消灭的 第一步消灭的 就是《楞音经》 为什么 头一步消灭的是《楞音经》 我过去跟李宾老学讲经 主修的就是《楞音经》 我在这个经上 有深深的体会 这个经如果留在世间 魔不得其必 对于魔来讲 最大的障碍 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 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楞音经》是标准 我过去讲《楞音经》 我说《楞音经》是照耀尽的 《楞音经》没有了 《楞音经》灭掉了 魔就方便了 你不认识他了 你决定把他当作佛菩萨 跟他修学 将来都入三国道 都变成了魔子魔孙 所以《楞音经》《楞音经》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道理 一喜上唇 回头还来得及 等到死的时候来不及了 死的时候你回不了头了 好快 人在灵命中的时候 几个人头脑清醒 你能保得住吗 你走的时候头脑清楚 头脑不清楚 就不能往生 头脑清楚 临终最后一念 阿弥陀佛还能往生 你有没有把握 保证你死的时候 头脑清楚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 现在要努力 断一切悦 修一切善 为自己来生作响 这是聪明 这是真正有智慧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没什么事 你一定是想想想啊 由于 莫子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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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дин 感谢观看